口罩森林队 小猪打了一个大喷嚏 小鼻子挂了两条鼻涕 小手一抹继续跟花宝玩拼图 不爱吃青菜的花宝 做了两种点心 但它今天感觉有点头痛 请小松鼠送去给长颈鹿和鳄鱼 喜欢吸手指头的小松鼠 热心地跑上跑下地帮忙 海踏昨天就开始有点发烧 但它还是找鳄鱼一起去玩水 哎呦 头好痛啊 大家怎么都生病了 第一个去看医生的是小松鼠 它全身酸痛 没有力气爬树 花豹来了 鳄鱼也来了 大熊诊所病人越来越多 长颈鹿还要弯下脖子来 才能量体温 大熊医生摇摇头 大家一定不注意卫生 又不懂得保护自己 它对每一个来看病的人说 戴上口罩 多洗手 还要在家休息才不会把病菌传来传去 对耶 你看 护理师晚熊小姐 常常用肥皂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大熊医生也都戴着口罩帮我们看病呢 戴口罩 戴口罩 但是有的口罩戴起来太大 有的口罩戴起来太小 请点子多手灵巧的猴子设计师 来想一想办法吧 猴子设计师组成了口罩森林队 一边设计适合每个人的口罩 一边开始赶工制作咯 花豹的口罩好时尚 黑白系列适合斑马 马来莫还有谁呢 老虎戴上微笑口罩 亲切又可爱 场景路太高了 怎么戴口罩呀 没关系 猴子爬上树来帮忙 也顺便帮慢吞吞的树懒戴上 鳄鱼的嘴巴又尖又长 小心 请把嘴巴闭上 猴子们小心翼翼地凉了又凉 还得加上一条亮晶晶的袋子 才能戴得上 海他的口罩有贝壳图案 他总是翻着肚子游泳 不怕弄湿或弄脏 他跟鳄鱼约好 等病好了才能玩水 小猪被大家催着来看医生 原来小猪最怕吃药和打针 打喷嚏时要把鼻子和嘴巴捂起来 大熊医生教他把鼻涕擦干净 再送给小猪可爱的口罩 请他吃了药好好睡一觉 看着大家身体渐渐康复 卫生习惯慢慢变好 大熊医生和猴子设计师 觉得真是太好了 好大一个喷嚏呀 是谁 啊 是大象 我也要戴口罩 鼻子那么长 嘴巴那么短 这可怎么办